如今,郭德纲已是公认的相声第一人,但在25年前,最红的相声演员却是一位来自藏族的小伙洛桑。 那时候的洛桑与柏林可谓是红透了半边天,洛桑学艺也成了区院杂谈节目收视率的保证。 可就是这么一个天赋异禀的小伙,却在27岁时意外身亡,彼时房间都在传洛桑去世,并非是一个意外,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人为事故。 为了弄明白洛桑去世的真正原因,不少记者还采访了洛桑之交郭德纲这里,但一向大胆感受的郭德纲却罕见沉默起来,这也更为此事增添了几分悬疑色彩。 直到20年后,洛桑的搭桑柏林才吐露了当年案发的真相,还记得吗,在曾经每周避追的区院杂谈节目中,有个极具搞笑天赋的帅小伙洛桑,他和恩师柏林表演的节目洛桑学艺十分受欢迎。 那个时候的洛桑是真的火,一度成为观众的事件焦点,而在那时,郭德纲还只不过是在天津,为自己的前途迷茫的穷小子呢。 但是谁也不曾想到,这样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,却曾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密联系。 洛桑本名杨红,出生于四川,由于父亲是藏族人,所以洛桑自小就受了家庭熏陶。 多才多艺,最擅长的就是模仿和口气,家人的精心培养,再加上自带的天赋。 洛桑在十三岁时,就考进了中央民族学院,当时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时,父母两人都蒙住了,他们始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 直到后来,有位朋友亲自上门道贺时,才知道他们整个是只有两个孩子被录取。 而洛桑便是其中之一,正所谓是自雇英雄初少年,洛桑在进入民族学院后,也一直是班里的优等生。 人们常说,十五至于学三十二,而烈儿洛桑的人生,与同龄人相比,却似乎是走了条接近。 在他刚毕业时,就考进了全国总工会文工团,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。 那一年他才十八岁,不过他人生的转折点也由此开始。 进入文工团,没多久,洛桑就开始了二次发育,各自一个劲地猛打,体重也在成倍增加,外赛形象不过观,舞蹈演员的工作也自然岌岌可危。 在万般无奈下,洛桑最终进了说唱团,转行作幕后,其实说白了就是打杂,有什么杂活碎活都要干。 就是不能上台表演,也许是上天眷恋,安排一个人来安慰他。 这个人便是郭德纲。 1988年,郭德纲第一次进京考进全国总工会文工团,正好也被安排到说唱团。 那时的郭德纲才不过十六七岁,是个懵懂的愣头小子,没人重视他上台的机会也不多。 这让郭德纲有点郁郁不得志,一个是从腰眼处跌落,一个是满腹才华无处施展,两个同病相连的人自然而然地就走到了一起。 没有演出,得控时,两人还一起来到街上。 洛桑扮演日本人,双腔做事地说着日语,郭德纲附和着假装翻译,兜趣的表演和动作,让观众笑得前仰后合。 到了第二年,郭德纲又带着洛桑从北京回到天津,一起住过一段日子。 在这期间,郭德纲领约到洛桑的才华,觉得他既聪明又有天赋姿态,不如但也被他的酒量吓到了。 每天酒不离口,囊中羞涩,没钱买酒时,洛桑还时常找郭德纲借钱买酒。 直到现在,郭德纲还保留着一张洛桑,写给他的八块钱借条。 以表自己对好友离世的哀思,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 两人共事几年后,洛桑就吵着要回老家,但实在囊中羞涩,没钱买票,虽然郭德纲身上也没几个钱,可还是很义气的,拿出两百块送他上了火车。 此次分别之后,郭德纲本以为两人再也没有相聚的机会。 直到1994年的春晚上,郭德纲才在电视上看到了自己昔日的大哥哥,在洛桑回家没多久。 他就在朋友的引荐下,认识了尹百林相声大师马迹的弟子之一。 在经过友好交谈后,洛桑就拜了柏林为师,跟着他转行,说起了相声,虽然是半路出家,但洛桑实在是太有天赋,学习没多久就闯出了一番名气。 不仅成为了曲院杂谈的常驻表演嘉宾,还登上了春晚的舞台,人气直逼当年的小品之王赵本山。 但明天与意外永远不知道,谁会先来享受着鲜花与掌声的洛桑,却不知命运的恶魔,正向他伸出魔掌。 1995年10月2日的这天晚上,孝兴洛桑永远离开了人世,官方对外的说法是酒驾身亡,而很多媒体也为了得到第一手资料。 将目光放在了郭德纲身上,毕竟他们的关系曾经是那么亲密,可郭德纲对洛桑去世一世,却始终保持了沉默。 可他的粉丝却始终不敢相信,有些激进的还把洛桑的死因扔到了赵本山头上。 毕竟新人本事太强,容易抢了他的风头,虽然赵本也多次进行过澄清,但仍没有太大效果,以至于多年来,他身上始终背负着杀人犯的名头。 而直到20年后,洛桑的师父兼搭档,才吐露了当年的事实真相。 在案发当天,洛桑在结束工作后,先是与父母团聚吃饭,随后又与尹柏林一起去应付另一个饭局。 在酒席大家吃吃喝喝,盘笑风生,气氛十分融洽,洛桑本人也喝了不少酒。 可惜见他的BBG一直在响。 为了赶赴下一个应酬,洛桑将父母摆脱给了柏林照顾。 自己则下车前往应酬,由于喝了太多酒,洛桑精神比较恍惚,车速也十分快。 当行驶到北京紫竹桥南时,有一辆大卡车出现故障,停在了路中间,既没有开双闪,也没有放置警示牌。 洛桑驾驶的车就一头撞上了这辆大卡车。 最终音响是严重不幸身亡,柏林的这一番言论,也算是给赵本山洗刷了冤屈。 可时隔多年,柏林却一直心怀愧秀,他一直在想,如果当初没有让洛桑喝酒,或者当初另派一个司机,或许就不会发生那样的惨案。 有人曾说,如果洛桑还活着,以他的才华完全可以超越赵本山。 但我却觉得其实超越谁并不重要。 只要洛桑意识被观众所铭记,他就不是真正的离去。